张博之格局太大了,直言不会恨谢霆锋,句句都在替谢霆锋说话。 关于张博之和谢霆锋离婚的原因,外界一直传得扑朔迷离,很多人都说照片们事件让他们有了隔阂,之后张博之和陈冠希合照彻底惹怒谢霆锋。 张博之对谢霆锋态度是不恨,但是会离开他,侧面证明当初离婚很可能是谢霆锋先体的。 谢霆锋曾多次在采访中提到过张博之,每次态度都很平和,还很走心地夸赞,时而说他是个善良的人,时而对他照顾儿子表示感谢。 关于离婚的原因,谢霆锋只说性格不和,缺少沟通。 也就是说,他和张博之是和平离婚,是双方共同协商最后决定的事情。 张博之一向是个敢爱敢恨的人,没有对谢霆锋死缠烂打,只是要求带走两个儿子,格局大多了。 张博之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事事亲力亲为,小到吃穿住行,大到发展方向,而谢霆锋给了抚养费就撒手不管了,儿子过生日他都被拍到在和王妃度假。 现在张博之已经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,三胎儿子应该也是和新男友所生,是忘记那些过往云烟了吧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